86版西游戏 石绍华,持重锐这三位,其中的石绍华被遇为最帅的唐僧,就算从头到尾只穿了一套袈裟,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非常帅气的面貌,足以秒杀现在的一些小鲜肉。 出生于青岛的石绍华是著名的话剧表演家,国家一级演员,在22岁的他,刚刚进入这个圈子就和香港的一家公司合作了电影金片。 石绍华饰演其中的傻公子袁峰一角,霍素成名,成为了一名新星,而且香港的很多报社把它称为中国第一小生。 刚好戏游戏的剧组,当时正在悬缴,导演杨洁看了金片这部片子的时候就表示徐少华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唐僧,随后他就在杨洁导演指导的86版戏游戏中出演主角唐僧这个角色,而唐僧这个角色也因为他被赋予了生命。 他把这个角色演练得很好,中途弃演了这个角色之后,他也出演了三国演绎等多部作品,但是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 但是很多人都好奇他,什么才出演了新游戏的时候中途退出了? 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出演了六集的徐少华,因为上学才放弃了这个角色。 但是据了解,徐少华当时尚的是韩寿学校,完完全全可以因为发射推迟自己上学的时间。 但是此后多年,朱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说出了当年的实情,原来让徐少华起演的原因,竟是因为剧组少给了他五块钱的片酬,而徐少华也因为这五块钱放弃了自己成名的机会,因为当时剧组给他的片酬是70元。 但是给朱八戒和沙和尚的片酬是80元,因为朱八戒和沙和尚的衣服比较重,兴奋也比较累,到后来的时候为徐少华增加了五块钱。 但是他也想拿到80元的片酬,就因为这五块钱出出茅庐的徐少华和杨洁导演闹翻,事后的杨洁导演自然表示自己跟着徐少华去济南了解的情况,徐少华的确是要以学艺为重。 就决定换人,今年五十九岁的徐少华多次被爆料,生活拮据,而且发胖的非常厉害,只能依靠半唐僧的云约来劳金,赚取微博的几百块的出场费。 反观身价善意的持重了瑞,两个人一比较,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其实几经斩装的他也表示当年放弃了出演唐峰这个角色,真的是非常后悔,至今他已经后悔了三十二年。 对,我们会认为不放弃以后。 如果将会有些人渐渐的 wil他仍费就能看到,我们在哪里了下一个。 好的,我们将会认识下来的挑战。 不容易,将会训练遇了。